看到這個ID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吧 但其實它是盜版假的喔 拿它的名片跟正版的對比 看不出任何的蛛絲馬跡 我就好奇啊 複製盜版的名稱去網頁貼上 就發現了其中暗藏的玄機 它後面的英文居然是斜體字耶 傳說沒有辦法顯示斜體字 所以才會讓它跟正版的名稱一模模一樣樣 既然遇到盜版了 當然就是要整場監督它都要爆炸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尤哥 I'm Yuga 這場要來玩夜叉 那就看到對面有個非常熟悉的ID 我就覺得不太對啊 亮哥通常都是玩戰士類型的比較多 法師倒是比較不常見 所以他這場選撒迦我就覺得有點不太對勁 一開始我們家的輔助艾瑞就喊了一個進攻 我就知道他想要入野 可是他還沒有到藍區 就已經被兩個人發現了 被人家發現 你如果還要印入的話 這個真的不太行 所以我馬上吃完第一波冰線 上了兩等之後 有了兩個技能就去幫他 可是你看對面四個人 艾瑞轉了好幾圈 他們的血幾乎還在滿 除了輔助之外 所以艾瑞這版 出的人真的不多 不如出阿萊吧 遠遠的直接搶綁人 不像艾瑞 綁人還要犧牲自己的血量 就有點小尷尬啦 重點是我們家松露剛剛並沒有來 所以完全沒得打 他是反了對方的紅buff 還行還行啦 至少有換到一點東西 突然看到了薩迦 他直接打草我們家的甲蟲啊 可是他居然 回卡牆了 你以為你能飛走你 看來你要GG喔 也好險對面的亮哥是盜版啦 如果是正版的話 我這場可能會死超過10次吧 我應該會被打爆 因為你看我出全攻擊裝備 這個全攻擊裝備 就是關到人家自他於死地 直接一尻 我已經上了四等 所以我就想要去關一個人 給隊友打 就看一下對面有藍啊 藍是被拉出去了嗎 沒有看到藍 因為蹲到這個位置 是看得到藍buff的喔 喔 原來是輔助拉出去了 他只有半條血 直接關 把他尻死吧 對面弗洛倫支援速度也是很快 他直接就過來了 完全扛不住他的傷害 他也太痛了吧 撿幾朵花我就殘血了 剛剛清完兵線 我就想要去商務支援 因為現在凱撒路周路的外塔 都有60%的減傷 只要對面有人守塔 你根本不可能可以開得到塔 所以利用這段時間去跑線 支援殺個人 打個團戰 都不錯喔 看到了 你這個假亮哥 盜版的亮哥 直接被我關起來 夾送一個撲 他就死去了 這已經是我這場 第二次去針對那個盜版了啦 那我這邊看到情形不太對啦 真的要跑 因為我大招也開完了 對面什麼支援 浮露倫都來了 那個浮露倫 撿三斗的話我都會死掉 結果果斷的撤退吧 回補一下 我現在本來要去中路 清個兵線啊 幹什麼的 結果就看到對面 還入紅了 怎麼辦 人有點多 三個人在我們的紅區 只有我跟甲蟲 兩個人要守 有點困難 這邊大招我再猶豫要不要綁 最後我決定不綁 因為那個颯枷 還有大招 我綁下去 他絕對直接起飛 我跟甲蟲可能都會死 那個人太多了 這邊這個塔 我其實想要放掉 但他竟然衝出去 我就直接意氣跟著他出去吧 最後 只有換到一個朗帛 我們兩個人 換了一個對方的輔助 虧爆了 直接7比15 大逆風啊 請注意小地圖 上路出現了 傻家 我說過 整場我都要監督他 所以呢 我就想要來 觀觀他 果然 你還調皮啊 直接關起來 他雖然起飛了 可是你飛下來 你還是得死 這場第三次去針對他啦 有打回來一點 看到一個特爾 可是我沒有大招了 我也不知道他後面有沒有隊友 所以我們就先蹲個草叢 觀望一下 看一下情況 看看 特爾 開了二技能 居然他往前想點我 直接把他拉過來 緊張開起來 狂砍 我的隊友也來了 看來夜叉出全攻擊裝備 真的很痛耶 來去藍區看一下 看能不能找得到傻家呢 結果 欸 出現在下路是吧 我來了 剛好下路的塔 已經是死塔了 快要拆掉了 可是這個塔 有點痛 先出來 然後把塔給點爆 再用大招去關這個傻家 死去吧 已經第四次去針對那個盜版的傻家啦 我為什麼會一直想要強調盜版 因為有可能那個人 是亮哥的忠實粉絲 所以才要去模仿 那當然有可能是黑粉 為什麼 因為今天他打爛了 是亮哥要去扛 他的ID幾乎一模模一樣樣啊 所以這邊又來第五次的針對傻家 剛剛因為距離不夠 所以大招沒有關到 可是還是有辦法直接 狂尻把他尻死啊 弗洛倫來了 我有點難幫你啊 射手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我 這個弗洛倫太痛了 單挑之王 我就不去跟他打 給他追就好了 我們先回手一下吧 再來我們去藍區看能不能找到薩迦呢 真的 我們就遇到了薩迦這第幾次 第六次是吧 我沒記錯的話 那就不好意思囉 他連大招都懶得開 我本來是要去砍那個克里希 結果左邊出現了 算我怕你了 因為他太痛了 完全沒辦法正面跟他對決 草叢多一下 看到我們家的中路 穆迦絕被籃帛上了 先觀望一下 看他們後排會不會過來 結果沒有 好吧 我們就先殺一下這個籃帛 好了 可是有一個滿血的特爾 我先殺爆你再說 那你看那個弗洛倫滑過來之後 我完全藏入住那個傷害 我直接融化跳 復活之後一樣 往對方的野區走 看能不能找得到薩迦 看來是沒有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出現了薩迦 但是很可惜 我的大招關到了特爾 不然就可以 針對颯迦第七次了 目前還是六次 隊友在吃魔龍 這個朗伯 他緊張到已經那種後敲 敲錯地方啦 他雖然開了一個大招 但是朗伯好像有點軟 還是因為我出 全攻擊裝備的關係 所以靠他超痛的 吳諾倫在分推 假裝回去守了 那我們直接推高地吧 不管了 拆塔的時候就看到薩迦走過去 算你好運 我的大招冷卻還要 兩秒 冷卻好了 你死定了 你就算在塔下 我還是要硬關你 這個塔好痛喔 炮車剩一咪咪血 可是我想要拆到高地啊 所以就直接扛吧 唷特 最後拆掉了 復活之後啊 就看到 小雨外 好像有人在攻擊 會不會是薩迦在打小雨怪 真的就是他 直接 順關他 不管了 他有點可憐 這是我這場第八次針對他了 第八次 他這場好可憐喔 他完全沒有可以表現的空間 但是你們知道嗎 這些罪名都可能要由正版去卡 所以盜版這種事情 有可能是超級粉絲 也有可能是黑粉 好像可以繼續打 但我狀態不好 先靠一下兵線 吸個血 因為我有出撒彈 那個吸的血量還蠻多的喔 好像追不太到 既然追不太到 那就可以隊友去追吧 中路剛好是有兵線的 我們直接去拆主堡吧 剛好隊友追著追著 對面好像也 團滅了嗎 對 團滅了 這場就是遇到 盜版亮哥的實戰結束 不要忘記幫影片點一個 大大喜歡 我是有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